歡迎收看Talking Here 這一集和你談談開光 我特地選擇在過年之後 大家已經看完《風水師傅》了 放好一陣子了 我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開光的動作 或者儀式的看法 可能聽完之後你會在這裏 我就是想見到這一下 看看大家同不同意以下我對開光的儀式的認知和陳述 首先在講之前我要先介紹一下 大家記得在2008年的時候 我以海外媒體 TVB找了我去採訪當年2008年 奧運聖火傳去 由雅典傳到中國的其中一站 就是這個珠穆朗馬峰 有這個登山隊把聖火送到珠峰頂 然後再下來 然後一路往東走去到北京 當時TVB獲邀成為海外採訪隊的一員 而當時TVB找了我和一個叫Hanky 一個導演 兩個人組成一個採訪隊伍 跟隨其他發生社 美聯社和美聯社一起 就像外國採訪隊去採訪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新華社當時也發了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我在珠峰大本營得到高山證 然後留夜由定日派過去的一輛救護車 由上到大本營 五千二百米的大本營 然後送回落山 打算去定日的 但一落山沒多久就滾到河 連人帶車滾 像嬰色般滾下去 當時既是高山證 我已經是血的含氧量相當低 當時徐團的軍衣幫我檢查一檢查 我發現其實血的含氧量 已經是一個死人的狀態 但我又未死 又死不去 然後漏夜滾到山 連人帶車滾下去的時候 我坐在車尾 然後旁邊有一位護士 因為滾下去的時候 車內的儀器和氧氣磚 都摘在他身上 他幫我擋了 我只是受了一個 後來回來香港才發現的一個傷勢 但沒有表面傷痕 沒有骨折 但他鎖骨斷了 頭爆了 流了很多血 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也沒有事 於是在我被他們 記住我那輛車滾到河裡 當時晚上零下十幾度 大家都被人在車尾拖出去的時候都濕透了 又沒有冷死 但很狼狽 但當時我背著背囊裡 我就是帶著這張佛像 因為那次知道要去一個這樣的旅程 其實都相當要有些準備 當時我就 這張佛像就是我 我是2003年的時候 當時已經歸醫了 做了佛教徒 去了尼泊爾 跟黃冠宗一起去尼泊爾 做義工兼甲系 帶一些物資送給當地孤兒院 那一次我就在尼泊爾的匹拼 在那裏我們回去專門做佛像 所以就聘請了我人生第一尊的佛像 就是這一尊 然後因為這些藏式的佛像 你會看到下面其實有一塊尾 裡面有空心 因為要有另一個儀式 就叫做入藏 入藏的另外開一集 才講入藏的儀式 因為藏式的佛像 在佛像裡面雖然做出來的空心 但是到你能夠用 即所謂開光之後 可以用的時候 其實裡面放了很多不同的物品 在佛像裡面 所以譬如說 為什麼會有時候 叫做出佛生血 或者叫做毀佛 就是有很多人 在文革的時候 會去破壞佛像 將佛像破開 然後拿到裡面 之前在入藏的時候 所放在裡面的一些 很珍貴的寶物 甚至乎是一些寶石 黃金 放了很多裡面 所以每一尊 藏式的佛像 其實裡面不是空心的 裡面放了很多 譬如說一些聖地的水和泥 甚至乎是會有鑽石 會有黃金 甚至乎是一些經咒 這個我找一集 再講佛像的入藏 和不同 譬如說 藏傳 漢傳 藍傳 佛像之間 有什麼不一樣 特色 應該實在講 今集要講 介紹了這尊佛像 就是所謂開光 任何一尊 我不管是什麼 漢傳也好 藍傳也好 藏傳也好的佛像也好 我們經常聽見說 這些佛像 這些佛句是需要開光 要做開光的儀式 才有效 才有用 那什麼叫開光 先留下來 什麼叫開光 開光 首先要付錢 一個人 接著那個人 就對著佛像 或者佛句 就在那裡 藍藍藍藍 品完之後 現在這個佛像 就有效 你拜吧 這個是不是 大家一般認為 開光的意義 包含了什麼 首先要付錢 第二就是 有一個人 收你的錢 第三 就是這個人 收了你的錢 之後 他告訴你 用得了 其實開光 並不是這樣的 開光 其實 只是一個意思 告訴你 用得了 誰說要付錢 還有誰說 誰說 誰有自己 有這樣的本事 可以告訴你 什麼時候用得 什麼時候不用得 誰授權這個人 說這些話 你說 為什麼這個人 要收了你的錢 才告訴你 這個佛像 什麼時候可以用 什麼時候不可以用 為什麼這個人 不收錢 不說 你答我 我再 以這個佛像 為一個例子 我想問 你 要不要 昨天 我 要不要 你 想問